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调味料 因为纵观各国美食 其实大家所有的食材都大同小异 但是风味的区别就来自于调和这些食材的秘密 这些瓶瓶罐罐的调味料 当你出入美国超市之时 想必大家应该会被一排排的调味料所震慑 家常的中餐一般就是油盐酱醋 再加上点香油蚝油 可是现如今面对超市里成千上百种的调味料 我们该如何下手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推荐几款 非常适合中餐烹饪的美国市场上的调味料 首先要给大家力推的便是鸡粉 是的 这个早已走遍中国千家万户厨房的调味料 在美国也可以轻易找到 其中品质最优的当属诺儿出品 大家看到这个英文可能会很陌生 但是当小编告诉大家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迦勒 可能会恍然大悟 迦勒作为联合力化旗下的全球第一调味品品牌 从1838年起就开始给大家的生活加点料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便是鸡粉 既然是国际品牌 那自然在美国也能轻易购得 而迦勒鸡粉的最佳使用方式便是烹炒 焖炖与清蒸 比如在你的年夜饭上 来上一道蒜蓉粉丝蒸虾 所以鸡粉调味 绝对能够让你的菜品先上加鲜 炸烦全场 最后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 鸡粉和鸡精有什么区别 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鸡粉中真正添加了大量的鸡肉成分 口味更加浓郁自然 所以小编更倾向使用鸡粉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则为蒜粉 经常做饭的都知道 蒜在炒菜中绝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但是在美国 吃蒜需要很大的勇气 首先就是蒜太贵 其次就是蒜的意味 而蒜粉就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在加工过程中经历了加热烘干的过程 已经没有了辛辣味 只剩大蒜特有的香气 同时可以长时间保存不会变质 更重要的是便宜了不少 经常做饭的一定要备上一瓶 第三个厨厂的则为加勒鲜露 这个也是小编买加勒鸡粉的时候顺手买的 用过之后成了蒸香系列 当时买它的原因是被瓶子的造型所吸引 造型相当有鲜平的感觉 后来才知道中文名字叫做鲜露 顿时恍然大悟 这个鲜露到底是什么 就是一个全能型调味料 做什么菜都放上一点 顿时风味提升一个档次 生抽作为中餐烹饪 一个必不可少的调味料 每个菜系制作时都会放上少许 但是小编发现 用完这个调味料 基本生抽就可以不用再放了 并且味道还更丰富 所以它在替代生抽的同时 还不小心实现了一个小超越 第四个给大家带来一款复合型香辛料 小编也是屡试不爽 就是Lemon and Pepper Seasoning 翻译过来就是柠檬椒盐 可千万别小看这些粉末 它具有天然柠檬的风味 结合了盐、莱姆粉、黑胡椒粉、白胡椒粉等多种香料调制而成 所以撒上一点等于放上了五六种调味料 并且这款调味料与海鲜和烧烤非常合拍 煎鱼煎虾来上一点 海鲜的风味一下就上头了 烧烤的时候撒上一些 也能够带来特别的香味 柠檬的酸味还能起到解密的作用 中国作为烧烤大国 试想怎能少了此等生物 小编真是用了一瓶又一瓶 这款调味料在北美非常常见 所以大家看到直接买就行 不同品牌的差别基本不会太大 最后 小编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做汤神器 年夜饭上都是硬菜 怎么能少得了一碗浓汤来溜溜缝呢 说起浓汤 大家应该会想到在国内经常用的浓汤宝吧 在北美 可能大家不太能买到浓汤宝 领多买上一罐子浓缩鸡汤罐头 小编试过 味道非常奇怪 直接劝退 其实 在这里 我们可以同样买到替代品 那就是鸡肉筋粉 牛肉筋粉 或者猪肉筋粉 这些成块状的筋粉 完全可以媲美国内的浓汤宝 一块筋粉轻松掉出一身肉汤 用这个汤底做任何的炖菜 熬菜 汤菜 那绝对都满足感加倍 生产这些块状筋粉的厂商不是很多 上文提到的加勒有所涉及 毕竟在国内 加勒浓汤宝应该是最佳于户晓的 所以它们的筋粉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 这个筋粉已经包含了各种调味料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放盐 味精等 以免造成盐的摄入量超标 好了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盘点到这里 其实在北美的这些大超市里出售的调味料 有非常多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并且论调味品的细分 这些外国货还是更胜一筹 比如光辣椒粉 小编都买到过不下五样 有甜辣口的 有不辣只起到上色作用的 还有堪比魔鬼辣的爆辣款 只要大家勇于尝试 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调味料 稍加运用 便成为你在异国他乡 打造中式美食的制胜法宝 下期节目 我们为大家继续介绍美国的烹饪食材 论一论那些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未曾见过的香料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